世上的门数不胜数,虽然开门是一个常规动作,但有些门可能几十年甚至几千年都未曾被打开过,其中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他们尘封的背后都隐藏着机密、宝藏或者是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些紧闭的门有的是为了保护你,而有的则是为了提防你。虽然普通人永远无法进入,但不妨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他们背后的故事。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为您细数世界上最神秘的十五扇门,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第十五位 帕德玛纳八十瓦米古庙 我们都知道,印度人相信神,今天介绍的第一扇门就在印度的一座神庙里。 这座古庙名为帕德瓦纳八十瓦米,位于喀拉拉邦首府,有着世界上最富有的神庙之称。 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这座古庙以及内部资产一直由特拉凡戈王室设立的信托来管理。 2011年,印度最高法院一声令下,要求王室开启寺庙密室,揭晓其内部隐藏的财富。 大家猜结果如何? 在寺庙里一共发现了六个密室,其中有几个已经被封闭了一百多年了。 在消防人员及考古部门的协作下,一个七人小组进入密室盘点其中所藏的宝藏,他们在里面发现了数百袋金项链, 仅易敦重的黄金饰品、钻石、古董、珠宝以及皇冠等,价值超乎想象。 然而诡异的是,在六大宝库中,五个军被成功打开,唯独第六扇门,任凭大家如何努力都无法打开。 但很快,包括考古研究小组在内的所有人都发现,或许这扇门真的是禁忌之门,他们最好乖乖地放弃。 就在几个月之后,小组负责人就被发现离奇死亡了。 没过多久,另一位观察员的母亲也不幸去世,好像他们都被诅咒了。 有传言说,这个最隐秘的房间属于天神,有两条巨大的眼镜蛇守护着,任何想要开启宝库的人都会不得善终。 第十四位,秦始皇陵墓 秦始皇陵可以说是人类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整个陵园的面积达到56平方公里,陵墓东侧为皇陵的陪葬坑兵马俑坑,于1974年被当地打井的五位农民首次发现。 由此,埋葬了地下两千多年的宝藏得以面世,考古队在坑内发现了八千多件陶俑和陶马,此外还有四万多件青铜兵器。 根据记载,嬴政十三岁就登基称帝,继位后第一年便开始建造自己的陵墓,直到他去世时才完成。 共有七十二万人历时三十九年才竣工。 工程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 秦始皇陵并不仅仅是一个孤单的寝陵,共有四百多个陵墓分布在周围。 然而,即使考古专家已经通过现代仪器探明了皇陵内部的大智结构,却还是不敢贸然打开。 主要是因为秦始皇陵里面发现有很多的孔,孔含有剧毒,虽无致命风险,但会让人精神失常。 多年以来,里面的孔已经挥发了很大一部分,专家发现皇陵周边的一些树木结出的果子都含有剧毒。 因此建议,在打开皇陵之前,务必要慎之诱慎。 第十三位,谋杀酒店。 十九世纪末,美国有一位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化名为HH福尔摩斯。 他自称一共杀害了二十七人,但外界普遍认为他手上共有近两百条人命。 为了杀人,福尔摩斯专门建造了一座酒店,名字取得非常的露骨,就叫谋杀酒店。 在外人眼中,这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酒店,只有进去以后才知道里面有多么恐怖,但那时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整栋房子据说花费了近五年时间打造。 为了保密,福尔摩斯频繁更换设计师和建筑师,并按照他的要求,在酒店内安装了毒气室、焚化炉、火板门还有隐藏的楼梯。 整个酒店就像是一座迷宫,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共有一百多个房间,均装有铰链墙和隔音板,其中大部分只能从外面打开。 有些门就算你能打开,看到的也是实心砖墙,又或者你走进一间客房,突然闻到一股煤气味,当你想逃离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锁在里面了。 除了福尔摩斯之外,没人知道酒店的内部格局,这个杀人狂魔还给自己安排了一间客房,浴室里安有一扇火板门,打开就是通往隔间的楼梯,顺着走下去就能达到那个布满煤气装置和受害者血泪的地下室。 福尔摩斯被捕后,警察在地下室找到了各种作案工具,包括手术台,焚烧厂,肢解尸体的器具和刑具等等。 由于尸体已经被全部烧掉了,只剩下少数的骨灰和头骨,因此实际受害者的数量一直是个谜。 第十二位,太极灵的地下室。 印度的太极灵可能无人不知,作为现存最美丽的墓地之一, 它不仅拥有印度明珠的美誉,更是世界遗产中的经典之作。 而关于它的起源,多年以来一直颇受争议。 比较官方的说法是,墨沃尔帝国时期的皇帝沙甲汉为了纪念他心爱的妃子于1632年建造而成。 但也有人猜测,这里可能是师婆神的礼拜场所,或一座清真寺。 之所以众说纷纭,谁都无法彻底说服谁, 主要是因为太极灵仅很小的一部分对外开放。 更离奇的是,人们还找到了一扇通往地下室的门。 由于尘封已久,这扇门一直处于封闭状态,至今无法打开。 外界猜测,这扇门通向的才是真正的帝王陵墓。 现在大家参观的很可能只是复制版,如果真的是这样,当初为何要费这么大功夫建造一个如此豪华的仿造版呢? 真实的陵墓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面对这些疑问,公众多次请约,要求将门打开一探究竟,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大家觉得这扇门应该打开吗?里面到底有什么呢?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第十一位,探索马丘比丘 2011年,法国考古学家蒂埃里·贾明接到消息称,有人在马丘比丘遗迹发现了一扇从未见过的密封门。 在电磁设备的帮助下,蒂埃里团队得出结论,门的另一边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墓地,里面藏有大量金属。 但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由于秘鲁政府百般阻挠,不允许该小组继续挖掘,因此事情的真相将永远是个谜。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不让这扇门打开呢? 作为15世纪建造的世界遗产,马丘比丘曾是印加帝国的失落之城。 当局认为,这扇门是印加人关上的,既然多年来未曾打开,他们就有义务将这个传统继续保持下去。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同意蒂埃里团队在不破坏现场的情况下,通过设备进行勘测。 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个楼梯,两个入口和一个大房间,里面装满了大量未知金属。 蒂埃里还发现,封闭门的石块只是象征性质,把他们移走以后并不会导致上面的废墟坍塌,但挖掘请求再次被拒绝。 不仅如此,当局索性将周围区域一并封锁,导致现在任何人都无法靠近。 真不知道秘鲁政府是在保护我们,还是在防备我们。 第十位,昂卡洛核废料存储站。 在芬兰西南海岸的一个岛上,有着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地下核废料处置设施。 虽然仍在建设中,但这个宏大的项目很可能为其他国家打开了思路。 该地下仓库目前已出具规模,考虑到地震等因素,呈建方选用大型全封闭铜罐来存储核废料。 届时,核反应堆的乏燃料棒将在其中被安全分解,直至最终停止放射。 为了再增加一层保护屏障,这些桶桶还会被放入一个巨大的孔中,再用烹饪土将其密封。 据悉,这些设备或将满足十万年至一百万年的存储需求,无论是规模还是时长都是史无前例的。 目前全球大部分核反应堆都存在核泄漏问题, 而且缺乏安全处置核废料的方法。 如果芬兰的这个计划能够成功实施,无疑将会为其他国家找到解决方案。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确保它们不被后人发现呢? 毕竟,好奇是人类的天性。 假设地球在未来几十万年一直存在,而这些核废料又尚未完全分解, 那前面所做的努力岂不都白费了吗? 对此,芬兰给出的答案是,他们将不设大门,也不做任何标记, 就让这个大型仓库像一个秘密一样,永远被深埋地下。 第九位,大毒枭留下的保险箱。 如果大家看过在奈飞上映的《Narkos独消风云》的话, 关于巴伯罗·埃斯科巴这个名字,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这位黑帮教父虽然已经去世多年, 但依旧有本事以各种形式活跃在公众的视野中。 就比如,不久之前,美国迈阿密的一支拆迁队在拆除一栋豪宅时, 竟在废墟上发现了一个上锁的保险箱,很可能就是巴伯罗留下的。 据悉,这栋别墅的现任主人是炸鸡之王克里斯蒂安·德伯拉。 他从巴伯罗手中购入后,准备将房子拆除,建造自己的别墅。 当挖掘机推倒建筑的一面墙时,司机发现了这个金属质地的保险箱。 经测量,这个保险箱约合61厘米建方,重约320公斤。 克里斯蒂安笑称,没想到买房还有惊喜。 按照这个份量,他估计里面装满了黄金或钻石。 其实,巴伯罗生前就以爱藏现金出名, 他会把成捆的现金塞进沙发和墙壁, 甚至还会在花园里挖一个洞把钱埋进去。 随着工程的推进,建筑队又在豪宅的一块大理石地板下发现了另一个保险箱, 但那个箱子很快就被人偷走了。 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之中。 至于这个沉甸甸的箱子, 克里斯蒂安打算先把它寄存在银行的金库里, 等拆迁工作全部结束再做决定。 因为谁知道呢,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他。 当初克里斯蒂安以96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这块地, 不过现在看来, 这些挖到的宝可能会为他节省一大笔钱。 第八位, 狮身人面相的档案厅。 多年来, 外界一直传言说, 在狮身人面相下面埋着一个大型的图书馆, 里面藏有来自失落的大陆亚特兰蒂斯难民所写的古代文本。 亚特兰蒂斯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 据说他位于大西洋的中部, 被认为是一个高度先进和文明的国家。 不少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希望找到他存在的证据, 但始终都无法得到科学上的证实。 同样的谜团也一直伴随着狮身人面相, 很少有人说得清这个金字塔是谁造的, 如何造的, 以及他与周围金字塔的关系。 为了寻找那个传说中的档案大厅图书馆, 一位埃及学的资深专家曾花费数年时间足迹遍布金字塔群及周围的洞穴, 但都无功而返。 有趣的是, 在对诗身人面相周围的一次挖掘中, 他意外得到了收获, 刚开始他以为那就是失落的城市, 但后来发现那里只是当年在此修建金字塔的工人的住所, 跟档案厅或亚特兰蒂斯完全不搭边,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不少人愿意相信传说的存在。 第七位, 英国银行保险库发现法被热彩蛋。 美丽绝伦的法被热彩蛋是末代沙皇送给他妻子和母亲的礼物, 由俄国著名金匠彼得法被热制作, 共计50枚, 被称为帝国彩蛋, 均为珠宝传世之作。 1917年俄国革命后, 部分彩蛋丢失, 另一部分则被卖到了海外, 被世界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拥有三枚, 近年来, 一些私人客户所持有的彩蛋逐渐浮出水面, 其中一枚就在英国某银行的金库里。 他的主人迈克斯韦早年曾多次访问苏联, 生前曾向家人吹嘘过自己拥有一枚神秘的金蛋, 是他的苏联好友赠予的。 在整理迈克斯韦的遗物时, 他的家人发现他很可能是一名间谍, 而且喜欢在奇怪的地方藏东西, 比如在睡衣里找到过几千英镑等等。 因此, 当他们得知迈克斯韦在银行拥有保险库时, 非但不感到意外, 反而还信心满满地认为金蛋就在里面。 按照价值估算, 这枚彩蛋至少值3800万美元, 简直就是一笔巨额的财产。 只可惜, 他的家人恐怕是要空欢洗衣场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迈克斯韦并未向银行授权其他的开箱人, 因此在他去世后, 这个箱子的门永远被关上了, 没有人能够打开。 第六位, 神秘的众神之门。 传说地球上隐藏着一扇通往宇宙的神奇之门, 它位于秘鲁和波利维亚之间, 迪迪卡卡湖的附近。 这扇门成体成正方形, 高和宽均在七米左右。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大门里面竟然还欠着一道一米左右的小门。 是谁在岩石上雕刻出这样一个奇怪的门形结构呢? 雕刻它的意义又何在呢? 或许我们只能通过几个传说来猜测了。 一则说的是只有真正的勇士才会得到众神的召唤, 让他们从入口进入神国与之会合, 拥有不朽的生命。 还有一则传说认为, 有一个名叫阿玛鲁木鲁的印度神父, 将通往七彩神明圣地的金色圆盘钥匙 从圣地带了出来。 走了几天几夜之后, 他发现传说中的神秘大门能够通往另一个世界。 于是他召集来萨满巫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典礼。 典礼结束后, 大门竟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并缓缓地自动打开, 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散发着悠悠蓝光的隧道, 将他们带往了另一个星球。 时至今日, 他依然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大门之一, 或许仍由萨满巫师来把守, 只是我们看不到罢了。 第五位 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 在距离北极点约1300公里的冰山深处, 隐藏着一座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神秘建筑。 它的大门极少被开启, 背后还有监控摄像头在密切监视着周围的一切。 这样的场景不是末日科幻片中出现的画面, 但的确和世界末日有一些关系, 因为它就是为末日准备的。 这个地方名叫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 坐落于挪威和北极间的一个小岛上, 约有一亿例世界各地的农作物种子, 被保存在零下18摄氏度的地窖中。 这个种子库堪称是全球安全系统最高的基因存储库, 可以存储450万种农作物, 网络世界上所有已知的作物种类。 且由于其处于岩石山洞中, 不易受外界气温变化的影响, 即使断电, 也能使种子处于低温的环境中适宜种子的储藏。 早在建立之前, 科学家们就考虑到了现在或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天灾人祸, 在材料和悬纸上做足了准备, 它可以抵御地震和原子弹爆炸, 也不用担心全球变暖导致冰川融化。 这样的门, 我们当然不希望它开启, 但知道劫后余生的人类到时候还不至于弹尽粮绝, 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爱吃的农作物种子, 也能让人安心了。 第四位, 五十一区 五十一区大家都听说过, 这个位于美国内华达州中部荒野的神秘之地, 据说是世界上最先进, 最安全的空军基地。 它的大门永远不对外人开放, 甚至连靠近都不行。 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能靠你自己去想象了。 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最高机密, 就连基地周边的空域也被禁止飞行, 任何未经批准的飞行器都可能会被拦截或击落。 在谷歌地图上, 五十一区的上空永远有一片云朵漂浮, 无论白天黑夜都在那里, 连形状都没有变化。 五十一区由美军于1955年首次建立, 但直到2013年, 中情局才正式承认它的存在, 称其只是一个研究场所。 当然, 让这里名声大噪的远不止这些。 各种关于外星人和UFO的传闻更让人着迷。 自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 不断有人声称自己在五十一区附近看到了奇怪的东西在飞行, 包括球形、三角形以及类似飞盘形状的不明飞行物。 还有一些当地居民表示自己能够听到基地那边传来奇怪的声音。 甚至有传言说, 五十一区内有一个绿屋, 里面存储着外星人的尸体, 共历届国家首脑参观。 1989年, 一个名叫罗伯特·拉扎尔的人, 还声称在那里参与了外星技术研究, 这让一切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2019年7月, 后事者在网上发起了突袭五十一区的计划, 引起了热烈反响, 近300万人选择要加入或是感兴趣。 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大家的热情可见一斑。 第三位, 班夫温泉酒店, 873号房。 班夫温泉酒店是加拿大最古老的酒店之一, 依偎在雄伟的洛基山脉之间。 一百多年以来, 这里吸引了无数国家元首, 王公贵族等上流人士入住, 时至今日依旧非常受欢迎, 但这里面的原因你可能完全想不到。 除了自然美景之外, 不少大胆的游客其实是冲着灵异事件而来的。 相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有一家三口入住了该酒店的873号客房, 他们普普通通, 和谐友爱, 身体和精神也没有什么异常, 但就在他们入住的第一晚, 男主人竟然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然后自杀。 警方调查取证以后, 案发现场很快又恢复成了酒店客房, 重新面向客人开放, 但诡异的事情并没有停止, 入住873号房的每一位客人, 都会在大半夜被可怕的尖叫声惊醒, 镜子和墙壁上也都是沾满血的手印, 即使客房人员清理干净, 没多久他们又会再一次出现。 因为投诉太多, 酒店只能用石膏把873房间封住, 如今一些喜欢猎奇的酒店客人会特意前往八楼去探险, 但他们看到的只有一扇被牢牢封死的房门, 如果你问酒店的工作人员, 他们多半会选择笑而不语。 第二位, 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地堡 为了保护军队和政府官员免受恐怖式袭击、 核武器或自然灾害, 美国各地都建有很多的地堡掩体, 但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地堡比较特别, 它简直就是用金钱和各种秘密堆砌而成的。 自2007年以来, 政府已经连续斥资为其翻新, 费用高达6100万美元, 只有总统和高级官员才能进入, 就连配偶都不允许进入。 地堡里有医疗设施, 一个用于袭击后发送通知的电视演播厅, 独立生活区, 以及足够维持数月的食物。 万一白宫被毁, 一些绝密文件可能也会在此存档。 不过, 这些地堡实际使用的次数并不多, 白宫下面那个仅在911期间 被副总统迪克切尼用过一次。 据说他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 目前政府仍在紧锣密鼓, 投资数百万美元建造新的地堡。 他们到底在为什么做准备? 有什么是他们知道, 而我们不知道的呢? 如果将来某一天 只有住进地堡才能活命的话, 那我们普通百姓该怎么办呢? 第一位, 北兄弟岛 人类史上遭遇大流行疾病 绝不止一两次, 将感染人员隔离的概念早已有之。 北兄弟岛就是一个例子, 它位于纽约东河, 介于布朗克斯和赖克斯岛之间。 1885年以前, 岛上无人居住, 但随着河畔医院的迁入, 这里逐渐成为了治疗和隔离 天花病患者的大本营, 并最终发展成为结合病、 祸乱、瘟疫等各种 严重传染病的隔离场所。 直到1945年, 结合疫苗问世并得以推广之后, 岛上的最后一家隔离场所 才最终被淘汰关闭。 上世纪70年代后, 北兄弟岛被彻底的遗弃, 如今这里是野生植物的天下, 残存的建筑物被藤蔓所占领, 即使白天走在破旧的小路上, 也会让人觉得阴森恐怖, 看着那些残存的病床、 桌椅、浴缸以及废弃的小教堂、 剧场, 甚至是太平间, 当年惨不忍睹的景象 仿佛都跃然眼前。 关于此岛, 还有一则令人惋惜的悲剧, 那就是发生于1904年的一场大火, 当时一艘斯洛克姆将军号 在去长岛的途中 无幸发生火灾, 事故造成1021个人死亡, 船难发生后, 不少逆亡乘客的尸体被冲上了海滩, 如今小岛严令禁止参观, 除非你有特别的许可, 并有专业导游的陪同。 这些地方的确有些玄乎, 这些大门你敢打开吗? 如果给你一扇任意门, 您最想去的是哪里呢?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感谢观看《出类拔萃世界之最》, 这里分享的绝对不是普通事物, 只看您最值得看的。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请继续观看我们为您挑选的其他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